星期一晚上的MIHK每周通 今天是3月23日 我們都要有一個很重大的消息公佈 要看現在香港的中國武漢肺炎的疫情 那群很不想聽話的那群全家產留學生 為什麼沒有家教到這樣 不斷回來香港之後又不斷自我隔離 又剪手打 又去現在睡床 又去南桂坊老婆 又去Pure Fitness那些地方去做健身 Pure Fitness因為它國際可以有會員拉審 它就覺得不順勢 它的父母管它不順勢 與我一直在鱷魚潭的預測是一樣 這群混蛋一定會出來播毒 每天見到新增個案 起碼有20-30%都是留學生帶回來的 我們是公平的 吊完大陸人都要吊這些 沒有全家產 另外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這一個 譬如我和阿超哥住的很高尚的住宅區 不是一般住谷村的人 可能是中產區 中產區很重要 很多跟陰陽界都說要有陰陽商界 即是吃羊腸 那些鬼都在我們旁邊住 你是驚來地城 那群死鬼一起來電 很嚴重 有些意大利、猶太、蟑螂 那Jessica C 有沒有陰陰出來飛敵 這期很少見 可能我想她就回去了 不知道 因為我爆小事給大家聽 她說超哥很瘋漢 經常在家樓下欺騙老婆去買東西 其實就在宏都等Jessica C 帶兒子 他經常說Jessica C 不能戴薄 那我就會走路老婆 跌得上 你像家賊那麼多東西 她等她去帶兒子去 以及走來走去 一會被安安正傑弟弟爭老婆 殺了一趟 那就說正經事 其實我們住的一些社區 比如西彥盤、基尤地城 中環堅道 這些其實很多鬼都住 我們都察覺到一個問題 就是鬼都不會戴口罩 在expect的社區裡面 例如在咖啡廳 露天的啤酒屋、餐廳等地方 近海旁就最流行 全部坐出來吹水 就是站在街邊的位置吹 全部都不戴口罩 在街上亦不戴口罩 特別是在Grate City Super 還有那間在第二街第三街叫Grate 或者有間叫Fusion 西式的超市 Marketplace 這些 最流行的就是買東西 排在長龍時不戴口罩 因為買回他們口味的東西 沒有錯 現在我預計 香港已經開始第二波的武漢肺炎爆發 多謝很多死港豬 吵死你這群人 過去在3月份出過的群人 2月中、3月中 這些群人 全部死全家 這些混蛋 如果你要公幹 沒什麼可以說 你們去玩 雖然盤裸單不是去秘魯 但是想罷了 現在你看到那些 一會兒去瑞士滑雪 一會兒去加拿大玩 一會兒去日本 你這群人死全家 吵你老母 現在便宜 走出去玩 帶東西回來 這些香港就敗了 這些中產 我覺得結論是甚麼呢 這群人的中產 其實大部份 我相信都是藍絲 不論藍都是淺藍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如果經過這次的社會運動之後 一定是一個警覺性 對社會負責任 還有自己個人操守的問題 一定是不想影響社會 提升了 會知道色分輕重 有判斷能力 以及會關心時事 在時事內聽網台 一定是看MHKTV 不論喜歡踢屌 有甚麼聽聞的垃圾 聽完MHKTV 鱷魚潭 以及立法十一香港政府 已經說得很清楚 外遊的高風險程度 會是怎樣 現在外國的情況 亦都是因為很多左膠 把持著議會 以及相信WHO 到現在 加拿大、美國、澳洲 仍然在說 千萬不要戴口罩 戴口罩是沒有人用的 鬼是一個很厲害的性格 經常以為自己是英雄主義 而且很強 而且老實說 不多不少 他們都有種族歧視 有 他們指著朋友 例如我們有些朋友 叫他們做VIRUS 你錯 不是這樣批評 而是他們覺得 他們的人種 是比亞洲人強 哦 亞洲人是糟糕 不肯是白人會糟糕 哦 是的 好笑 所以他們會覺得 你老闆的亞洲人是Sickman 所以你戴口罩是應該的 多瓦病夫 但他們不肯看多些問題 即是關於這一個劇 反過來 亦都要分領一個層面去看 老實說 現在在尼羅河裏面 爆發什麼事 手足口病的就說 我們怕不怕 我們都不會怕 他們也覺得 這件事是離開他們的好男人 不是他們的問題 所以他們也不覺得 戴口罩是幫助到這件事 他一向的概念就是 有病才戴口罩 而有病就不要出門 你戴口罩 即是你自己有病再出門 你就不想 他們的概念就是這樣想 但他不會明白到 這一個中國武漢肺炎 其實因為有很多身體強健的人 可能是我 其實我們沒有鮮瘡 但其實是因為戴口罩 入了他們的社區 全都播出 爆了這條狗彩 所以數據又不會騙人 謊話派計數 你就是看香港的人 南韓的人 日本人 戴口罩的人 那個增長程度 是比這些不想信 要戴口罩可以防疫的人多 當然WHO亦都被中國馬鈴通了 鹹濕蔡說的事你不是相信的 鹹濕蔡現在突然強硬起來 硬池奶 另外有些事我們都在這裡跟大家說 可能在網上會有很多這些人 被人打 被黑人吵 或者是一些衝突各方面的事 我亦都希望大家不要傳這些片段 原因是我們不知道這些片段的源頭是怎樣來 而全世界亦都在說一件事 就是中國最流行的就是民族主義上頭 亞洲人被外國人欺負 種族歧視這件事 就是令到他們更加要我們 要堅決跟外國勢力對抗 如果我們看得多這些 播得太多的東西 感覺到全西方的世界 民主世界都在排華的情況之下 就很容易被共產黨利用 是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千萬 看完就算了 大家警告到這件事 暗爽就算了 是的 或者你在外國 要提議這些人 如果他們是這樣就沒有人出街 或者你真的去一些遠頂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人聚集 有那麼多困難的地方去買東西 那我有個Alert 你也不可以忘記 一個人去哈林區 那就是拿來拿來拿去 其實那些區一向都是被人打的 你關不關 這件事你也是被人打的 對不對 你博哈林區穿衣服 你穿衣服 你確定被人陽間 說完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件事 所以大家要小心 Alert 是OK 但是不要將事情 Excalate 到 去到族行矛盾得那麼緊要 還有記住 就算你被人打 你的敵人 不能打你的黑鬼 或者吵咬你的白人 而是中國共產黨 累你的共產黨 沒有錯 現在這件事就變了 我們和外國人的矛盾 外國人歧視我們 這樣是不能拖擋的 而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也沒有足夠的 Selificent的認知 去了解整件事 當中有conflict是必然的 所以你要了解清楚 別人的文化 你不要做一些 別人討厭你的事 你整班傻子 吵咬五、六個人 戴口罩去 去一個地方 就很危險 所以都是Stay put 在家裡 少點出街 Shut down 是不是 就是 買完東西 或者去goesery 買多些 就算夠 是 記住這件事 好了 而是因為在這兩天 在香港爆發的疫情 太厲害了 還有阿琪 上個星期 是不是有很恐怖的事發生過 有個狼藥 上來我們公司 脫掉了口罩 然後這裡又摸 那裡又鬥 這些又談 那裡又碰 跟著更恐怖的 就拿了水瓶出來 希望在我們的蒸餾水 自動按水機 打Key 輪 瓶蓋之間這樣打Key 輪 我現在立即按停 你會見到很多人 會上來亂來 又不肯讓我們 逼他去洗手 又不肯去廁所洗手 噴鞋底那方面的事 很麻煩 打開門口做生意 我又沒想辦法抗拒 那麼多人說 有一件事就是 不如Shut down the office 是 同時之間 有時我們也試過有一個節目 就是有一個嘉賓上來 嘉賓說我其實 我相信我不戴口罩 收視率會高一點 那我一邊想 我怎麼會這麼好 不戴什麼罩 你不戴乳罩 收視率會高一點 你不戴口罩 你憑你庫尊容 你拿給你過 一千斤的視頻 我都說你聰明 你不戴口罩 收視率很難 那些人很難 那些人又不肯知道 他在哪裏 有時有些節目主持人在那裏 碰到什麼的人 也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在現在的疫情 全民皆兵 變成了大家都害怕 小心 我亦都不欣賞Koye 例如在天水圍 搭車回來 轉幾乘車 阿奇你怎樣回來的 阿奇回來是最安全的 因為他跟我搭的士 但其實也不問題 因為現在的士都是一行 現在的士不怕黑釘 而是怕剪刀 我才會出現幾次 現在的士不怕 現在的士不怕 二、三百元 買起人格 對,真的很麻煩 最後就進去機場大使 上次那個人還跟我分享 我剛才做了三百元期 都算是挺浪費 我在機場接完 接著到你了 我便… 這樣會有危險 沒辦法了 我們真的要閉嘴 停一停 現在每天 昨天單日 我們錄影的前一天 每天都60人 是 今早我們錄影之前 也有醫生確診了 那是過了的 是的 我認為我們都要… 有一個問題的dilemma 就是政府是在掌握家產 政府如果一早阻止了 一些浪Chinese的人 即是香港人 沒有香港身份證 沒有永久居留權 不能讓他們入境 阻止了大陸邊疆的關口 你都對事情會好些 但他一定不是這樣做的 現在還要開羅湖關 給那些全家產上去拜山 是 認祖歸宗 認什麼東西 祖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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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大陸 就屌你什麼陣營 祖歸宗 祖歸宗三分 要跟著中國的地運 去走那些全家產 即是現在你就去拜山 下年就別人拜 你拜人去拜山 那這些就是 你非常時期 拜少一年生 你的全家產 就要屌尾宗 祖歸宗 是被雷劈 不會的 我了 即是多鮠魚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 不要做些愚蠢的事 即是祖歸宗就說 喂 不要等封台 如果你封台 即是你支持政府 他自己不封關 但在民間裏面 你自己要自己shut down 譬如今天 林鄭才又不家產 行政會議成員 是啊 他就說什麼 說什麼 你不要聽 在前浪迹一天出野 沒有啊 你不要想望 陳志雲那種 他發敏症的時候 好像你媽媽發敏症的那種語氣 很有趣的 你看看陳志雲發敏症 就叫做志雲大師 說什麼啊 林鄭才條人 林鄭才條人 就說 現在希望可能會立令 就是要這個餐廳 餐廳、戲院、酒吧 全部這些娛樂程序 全一部shut down 那我就大膽惑 在這情況下 分分鐘私懷騙東西 他不補貼沒有用 是啊 你不補貼沒有用 是啊 即是政府想我們自己shut down 他又不封關 他又不封關 佐敦的看法我是明白的 但是 始終 我自私一點說 嗯 全個MIHK裡面 外出最多是誰 你 跟著是誰 跟著應該是阿奇和阿喬 沒想錯了 全公司最英俊的三個 如果這樣死了 是很不順利的 哈哈 你出就沒問題 你公司的女同事 讓我收回來用 你死了沒問題 最多是幫你照顧 啊 出差難 是啊 照顧你的兒子 但是個個問題 我們全公司最英俊的那三個 這樣死了 真是不願意 沒有辦法 還有這個問題 也是很難保證 上來的網友 也是的 還有節目主持人帶來的嘉賓 我們真是很難保證 有一個PANIC 有一個PANIC 也不想有任何同事在上班 因為現在 突然之間 這幾天 多了很多外面 那不是有的 不知道在巴士上 現在死囂了 是嗎 是啊 就像大陸之前那些 越來越多一些恐怖 是啊 那你會擔心同事之間的安全 好了 我最後決定 在接下來 就是星期三開始 明天繼續有節目會播 星期三開始 星期四和星期五 我們暫時會停止了這三天的廣播 OK 那星期六 我會看香港的疫情會是怎樣 如果你每天都是八九多 二百多 你這樣想 突然默默上去 可能我下個星期也會繼續再停 現在三百多 超過三百 三百多 三百十多 我猜 本來這個星期入之前 已經是五百多 不奇怪 是的 因為這些人回來 在飛機上感染了 中癮了帶東西回來 然後去抱 去抱 然後在社區裡接觸過的人 前一陣子有個五十歲的富婆 吃飯 在南瓜坊吃餐 好像你在南瓜坊 我是你和總理 大佬 中癮了 我們不知道會否撞正 和他聚餐 那些朋友見過面 你不擔保 換句話說 社區裡 其實除了外來之後 我會預計 在社區裡一樣會打法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 集中一點 好嗎 是 即是你 怎麼能變得 阿琪你真是那邊 你看 多美女 是的 所以大家就 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的決定 在這三天裡 我們的宿舍是完全關閉 OK 所以你不要撲上來 是 而且我也很呼籲各位老友記 你進來 如果我們要你良體溫 不要脫口罩 洗手液 或者要噴你的腳底 你一定要遵守 否則我不會讓你進來 我也不主張大家上來交台費 就是要買東西 因為太危險了 是 即是 一個台如果突然間確診了 一定要停14天 那 那我是無法壓力 即是 族有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是支持這個台 亦都是 希望我們繼續 即是能夠做下去 那你就不要 無緣無故就走上來 即是一個不幸是你類街坊 那大家都慘 那難道我生紮番茄 強硬將你的番茄荔枝 你死你了 那我做不到 即是有些人是很不忍識避忌 即是你很忍耐問 大家要小心 上來 你跟我說不忍脫口罩 錄影 不忍得 我脫口罩 我的收視會高一點 你這麼忍耐的人都有 那你怎樣 難道我在別人的志向主持人面前 吊咎他的嘉賓嗎 他這麼忍耐 那我沒有辦法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副衷 即是 畢竟這個台營運是艱難 即是 不是說 暴飲暴食 或者是賺很多錢 又或者我們賺的錢 你有沒有壞行偶 沒有 又不會整個搭 一屌 十九多萬 等到桌面給大家看 我們不會這樣 即是 三苦經營 它是有良心的一個電台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我們的苦處 和老奧 做決定會是怎樣 好 如果我都會有一個 因為這三天停 所以在三月份裏面 所有的節目 我都會和小花聊 在三月份外出的節目 付費的那些 全部允許 三月份 但KC Sir那個呢 KC Sir當然不會 我當然要立即問 待族有問 因為有優勢領 但KC Sir那些 都是變成歷史的 是的 我放回舊 我沒有問題 是沒有意思的 你不等通 你不跟我在腾訊 現在三天幫我喝了手 但已經跌到二百多 為甚麼不等通 不更新的 三月份 所有的付費節目 我會在星期三 全部付費 給大家 可以重溫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惡如譚》 理論上每天都會繼續 OK KC的美食家 又跟總理聊了 星期五的KC的美食家 直接上YouTube OK 其他的 星期三開始就停三天 三四五 停了 尤其沈大哥年紀大 沈大哥七條比較鬆 你不理會叫老人家 摸上來我的studio 走來走去 他自己走去 然後倒馬一件事 都會自己走去按鈴 但你不要累了他 是 對不對 我不想沈大哥有事 大家要明白我的苦心 好了 在這個星期二 其實我都很想投行 星期二和星期六 其實我有BNO幫人做 還有星期二晚 即是明天 原本有個台灣移民港座 也要取消 因為已經有五十人出席 五十人出席 我聽說上星期有個 seminar 原本有八九幾人 但結束了四台 那些人全部都不去 那就危險了 大家決定不去 如果是這樣 不如我停一停 我將台灣移民港座 順廳兩個星期 順廳兩個星期 即是幾日 給我看看 順廳兩個星期 十加十四日 即是明天的十四日 是啊 你等一會先 四月來的 四月 四七六 是啊 四月七號星期二 We zoom 好 原本在三月二十八日 這個日本的投資港座 投資移民港座 由道村不動產開發會社 sponsor的移民日本的 用這個營業方式的港座 原本是星期六開波的 順延一個星期 是 去到四月四號 我們要看清楚 情況會是怎樣 或者決定是怎樣去做 Anyway 所以呢 星期六 原本有一個BNO 但是我只有一個人回去 我就跟那個人說 如果你想有興趣 我會幫你的 我會繼續 我會剪定很少 很少人 即是可能我隔一個小時 之後再做第二個 這樣的情況 變了盡量幫到大家之餘 但是不要影響到 我們公司的同事 而我也決定在這個週末 我們幫公司重申一次 再大掃除一次 再清洗 再乾淨公司的環境 因為近來真的很多人上來 無論你頭又一樣又那樣 脫口罩又說話 我很擔心 所以希望大家 消一消毒 沒錯 平一平 還有沒有什麼必要 就是盡量 暫時我們派了 我們所有的口罩 已經上星期已經派過了 希望大家不要再上來拿 如果你還沒拿 我會跟Christy說 看看有什麼方法 再給得到你 但是我們不歡迎大家 上來拿一些其他東西 直到情況會比較好轉 因為要派的 派得七七八八 這期應該都難好轉 這兩個禮拜雖然壓力大 KC的圖表學人 因為他在自己的地方錄東西 也會繼續 下個禮拜 樂魚談 星期五的 Heighted的美食家 和KC的圖表學人 這三個節目 仍然會直接上YouTube 但是其他節目就暫停 一個禮拜 如果個別的節目主持人 他可能錄一些短片 直接放上YouTube 你就留意YouTube 否則 情況會以現在的情形去安排 沒有辦法 是的 我們轉一轉陣地 再跟大家研究其他東西 OK 鏡頭一轉 奇蹟人提議 不如搭摩天輪 160元包箱 轉一圈 經費很多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 不是80元的問題 又是畏高的問題 突然之間又看到 這個鐵閘 超哥又說 最近不能夠按鐘 你又作大 按鐘 我們轉了背景 和大家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MHK TV 最近有兩個新的節目 沈大哥的西城說事宜 88元三個月 和老奧的豐葉罪案16第2季 50元13集 沈大哥剛剛在上個星期開始 就是進入了收費的日期 即是period 88元三個月 這是長清節目 會一直錄下去 月早訂購有好處 另外就是老奧的豐葉罪案16 會有13個不同的例子 希望大家就會看 13個不同的例子 不是代表13集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上集 Toronto的Cain & Barbecue 我已經逢了兩集的時段 去講這個例子 可能會再划算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我們的節目 其實1,200元一年 是非常划算的 大家如果說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看那麼多 但又想支持我們 就可以用PayMe模式 去用PayPal的方法 去支持我們的營運基金 也可以銀行入數的Market 你幫我加上一張圖 給大家了解清楚 我們一些入數的方法 各方面的東西 現在的時間都挺嚴峻 但我們都很希望大家了解得到 我們都比較是 跟一些錢有仇的一個台 沒什麼提供大家要交台費 你不想付 我又不會打糕你 是不是全部黃標了 差不多了 又不會拍台吊糕 你不想交台費 被死全家 也不會 那就隨緣 我都知道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的節目都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做人 一個同理心 以及公義 大家fair的價值觀 在裏面 我亦都希望我的觀眾 跟隨MHKTV的人 都是有這個同理心 正義 大家互相支持提攜幫助那種 對社會有責任的一種的 有價值觀在我們台裏面的觀眾 以及我們的主持人 以及我們台的宗旨 大家都是用這個方向去 尤其是現在 大家要明白到 每個人都有一支麥克風 每個人都有一個channel 每一個channel 主持人也好 或者掌台人也好 都要明白到 如果那個力量 是用了做一些歪理 那其實就是投行 就是你覺得有一個社會責任 有一個社會責任 就是人家追隨你 聽到你 那很多不少 每日潛移密化 給你影響 就是我的生命在你身上 就是我有我在你的身體裏面 就是你不要這麼邪惡 就是別以為我入了女觀眾的身體 你入了我入了你入了 不要這麼邪惡 千萬不要這樣 但是每個人都會 其實就是 我有一部份 就會流傳在大家的身體裏面 所以我希望我進來的那部份 都是好的部份 還有硬正 堅定 是的 就是一人 就是注入養份給你 是的 這樣 那超哥 你剛才在家裏面出現一些問題 你… 都… 家裏當然有犯狀 加上我自己也有問題 都要處理 接著 現在是 家裏工作 老婆都要 在家裏有五個人 你在家裏有什麼工作 兩個孩子又沒有學習 起碼到五月 其實沒有了 我們也有朋友做教師 其實他也跟你說 不要期望了 五月也不用了 他說五月回去做什麼 正正經經 整個社群 就是… 剪掉你算了 我真的剪掉了 是的 我們都遇到了 所以變成 那些小孩唯有繼續在家裏 姐姐 他也… 也和你伴侶 不是和我的兒子伴侶 我兒子最喜歡和他洗澡 真的很威風 我姐姐一進去洗澡 她說 姐姐 洗澡 哈哈 爸爸做不到的事 兒子幫你做到的 麻煩 那些麻煩 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這個特區政府 如果家裏有菲傭 大家要小心 是的 現在真的很擔心 沒錯 他已經想立例 如果沒有香港永久居留 身份證的人 是 如果在中國武漢肺炎 中招之後 他在隔離中心 他不願意招呼你 不招呼 他覺得 因為他有一點縮骨 或者叫做借點意 因為其實外傭 在條例上 他一定要有定居所 定居所 即是你家裏 或者你要提供一個 例如你是男僱主 你一個人單身 你又喜歡請姐姐 即是你這些 他不能夠在你家裏住 他怕你搞她 他便要有一個定居所 譬如你是一個家裏 你申請她是一個定居所 便可以在你家裏 但問題是 當然確診 譬如不限於姐姐確診 他便可以去醫院 但隔離營 他們便不提供給他們 我聽回羅志剛 那天我都很氣憤 覺得你這樣不負責 即是說 你如果那些姐姐 罕約 譬如他剛好 跟某一個確診的姐姐 那天 即是星期日去玩 不是他中招 他那些姐姐中招 那他是高危人士 那他便要隔離 他可能要找個地方 或者你的姐姐 可能在南軍坡做檢職 是的 即是類似 那些東西 叫高危人士 他唯一 他就是要 在定居所隔離14天 那其實很簡單言下之意 就是他希望用這種方法 威逼你的僱主 不准你的工人姐姐 星期日放假 是的 但他勞工法來 其實是不可以的 沒有辦法 他即是將責任 就把責任放在你身上 是的 就很難堪家產 所以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就是超哥又擔心 星期日 即是你幫他的兒子 叛育 叛育也有六天 那你都要放行出去 馬乾淨的身體 瓶一瓶水 是不是 但一放行出去 忽然他幫巴黎坦汗叛育完之後 他感染了 即是他沒有感染 公危 確診了 那他又要丟你隔離 但是現在政府不允許他去隔離中心 那他一定要超哥家隔離 是的 即是你可以說 他是你家的一部分 那你應該都要保護他 或者你有責任要保障 是的 但你看到政府就沒有這些 而且有機會 現在有些叫做續約回來的 其實他又說是這樣的 即是續約回來 你又要在他家隔離14天 因為菲律賓回來 都是紅色活星外景 旅遊警視 要麼你就提供一個酒店給他 其實是有些麻煩的 變成現在有些僱主朋友都說 我又提供到這麼複雜 因為家裡很小 其實現在政府有很多事情 其實他是逼你的人 好像這樣 逼你不開台 不開餐廳 但他又不補貼給你 又不解決你的問題 真是剩下的 真是剩下的 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只可以說 在現在的目前的環境 盡量少出街 是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其他外面外置的東西 那麼Food Panda Food Panda 我都盡量建議 做一個有責任的鄰居 就不要叫Food Panda 上來 坐升級樓下等 其實Food Panda 也很高 他好像郵差一樣 循環那麼多區 你在樓下拿 你又安全 他又安全 那樓下的大堂也定期會清潔 是的 兩小時會清潔一次 我建議大家都要叫外賣 因為香港的餐飲業 真是很嚴重 我告訴大家 美國因為疫情嚴峻 美國人已經行政指令 所有的脫衣帽 全部關閉 那麼嚴重 但是那些脫衣帽的糧 現在唯有送外賣 外賣deliver 去你地方 家裡跳舞 家裡跳舞 一樣都糟糕 那些東西才糟糕 沒回來 但是anyway 叫多些外賣 外賣 近來聽說很多的餐飲業 都是靠外賣起死回生 是的 起碼它升了營業 升了400% 在外賣的生意 大家可以做到這件事 不外出之餘 又可以享受到其他不同的地方 好喝好食 這個也是 餐飲業要想想 如何開發他們的deliver的服務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餐廳 譬如你奧牛屋又停止22日 中環的翠華 趙田雞的總部 收皮了 又收了皮 又倒閉了 換句話說 其實這個中國武漢肺炎 對香港的打擊 全球的打擊都很嚴峻 大家各位 希望平安是福 主內平安 同時之間 大家要記住 在未來的星期三 星期四 和星期五 MHK TV是會封了我們的studio 暫停三天 然後休息一 下星期一 我們會公佈 我們會恢復做broadcast 因為暫時要減少一些不同的人 等到我們公司裏面 大家亦都可以 make sure 大家不用出那麼多外景 stay put 安全 等等等 看一個星期 Monitor的城市會是怎樣 希望大家尊重我們的決定 再說多一次 明天的輕鬆便捷移居台灣 港座會暫停 去到4月7日 4月4日 不是4月4日 是日本的 4月7日 日本的稻村不動產開發會社 投資移居日本的港座 由星期六的3月28日 我們會改到4月4日 希望大家了解 OK 今天就這麼多 大家在疫情裏面 記住互相關懷 互相幫助 大家奮力抵抗政府開關 對政府完全不理會我們的安迷 做了很多虛擬的事 但一定要靠大家的自律 乾淨 如果你在家裏面 有些混蛋 留我生回來要出街 你幫我吵出行李 在左邊的高院 叮一下 吵一吵 扑他在街上 閹了 讓他衣服 不想爬街 閹了貓紋不想出街 閹了這些混蛋 而我老惡 他有預計 我說的 香港裏面 這群expect的鬼佬 一定會爆發疫情 如果不肯中 超哥會將他做天線得特別 魔人報告 魔人報告 是的 OK 就這樣